新北市政府因應教育部 幼托整合政策 公布 一百零一學年度公立幼兒園 招生簡章 開放原住民族幼兒 特殊境遇家庭 第一週收入 互幼兒等優先入園 預計在五月二十號上午八點 到下午兩點開放優先入園登記 不過教育局竟然只利用網路來公布 讓議員一將把路爾大為不滿 認為間接排擠 根本無法使用電腦網路的 原住民族家庭 由於新北市公立幼兒園優先入園的登記 只有五月二十號一天 議員要求教育局必須多宣導 讓經濟弱勢的家庭可以把握 不要影響了幼兒的受教權 另外楊春美議員 則是拿出一張張的選手 擠在一間房間 甚至有的選手打地鋪的照片 認為原民族在三月份舉辦第三屆 全國原住民族羽戲劇競賽活動 對於參賽者住宿安排 適當 床位不夠 選手沒有地方可以休息 使得參賽者對主辦單位抱怨 也對新北市產生負面印象 認為原民族沒有做好事先的溝通協調 抱著滿懷喜怨的心情來啊 疲倦了一整天的表演疲倦了 我看到是二十個人 還有他的道具 還有他的行李 全部舉在一個房間裡頭 局長 這個是你新北市原住民 對待有朋志遠方來的態度嗎 跟遠報告 其實這個部分是有一些誤會 原民局長陳必俠表示這是特殊的個案 也都有親自跟表演團體表達歉意 不過市議員楊春美對於原民族的解釋 無法認同 還給原民局舉辦的活動打了五十分 不及格的分數 讓原民局長相當尷尬 接著烏濾虎摩瓦丹新北市議會採訪報導